随着现代社会人口密度越来越大 基于虚假身份的犯罪行为 可谓是层出不穷 因此 实名制是现代生活中 保障安全的重要一环 想想看 如果你坐火车 发现旁边坐上那个人 是冒用别人身份在乘车 你会不会有点害怕 如果发现这家伙怀里 还揣着七部手机 准备了11张手机卡 你会不会受到惊吓 如果你发现 他竟然还和邪教组织关系密切 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混进了车厢 你会不会希望警察叔叔 马上带走他 11月21日晚 在从长沙南到北京西的 B940四动车上 就有这么一个人 被警察发现之后带走了 依法把任何伪造 盗用其他公民身份的坏人抓住 是人民警察 保护守法公民的本职工作 哪个法治国家 也不会容忍冒名顶替的行为 但在这个嫌疑人被抓后 网上突然冒出各国的热心人士 说他是莫名吃宗 叫嚷着中国法治如何如何黑暗 目的嘛 当然是想哄骗 吃瓜群众一起捆葬 试图搞一条国际关注的 但这些热心人士们 总是讲故事 却很少给佐证 每次不是拉帮结伙 似有任务在身 就是玩三人成虎 组团忽悠人的把戏 这架势 见多识广的吃瓜群众 也表示不服啊 比如最离谱的一次 是说自己被警察 打断了八根肋骨之后 还躲着警察到处跑 从黑路江回到北京 又跑到了天井 但一没有X光片 二没有医院九段 网络江湖骗子多 碰瓷死磕仙人跳 谁知道你玩的是什么路数 话说 这位被抓走的冒名乘客 真名是江天勇 46岁 曾经是名北京的律师 一直与律师的名义 从事各种奇奇怪怪的活动 但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多年前出具的声明显示 此人的律师职业证书 早在2009年就被吊销了 多年以来 他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假律师 假律师自然是没法通过 出厅打官司 依法挑事来赚钱谋生的 因为法庭和酒店火车一样 也要看他的身份证 这位假律师 尽管没有正当的收入来源 但靠着一身死磕的本事 也并非没有饭吃 这不打出公民代理的招牌 虽然没有律师身份 却也可以博得苦主的信任 炒作敏感案事件 虽然没有常规的报酬 却也可以赚取AI的收入 在上访群众面前 立个为民请命的道德牌坊 在境外势力手下 当当舆论打手 把一个个苦主挑唆到自绝 把一个个案件炒作成死结 挨个吃人家的人血馒头 这一会儿律师真真假假 这一类事件层出不穷 因为那些不明势力手下 还有好多个江天勇 江天勇被抓了 等待坏人的是侦察部门的 进一步侦察 和司法机关的绳之以法 还有多少个江天勇该抓 而还没有抓 我们得看看同伙供出的同伙 还有多少 风波引起的风波 能有多大